好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的进入第二节 风险文化偏好和陷恶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去讲 那么风险文化 我们前面讲过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精神哲学层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风险文化有哪些 对于这个银行来说 风险文化有哪些 它有哪些具体的策略 还有我们所说的风险偏好 这风险文化它包含了风险偏好和风险陷恶 那风险偏好是什么 对于我这个银行来说 我能够承担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能够承担的 以及我愿意承担的 这才能构成我关于风险的偏好 我最终选择的 我能够承担的 我愿意承担的风险的范围是多少 还有是什么呢 风险限额 我能够承担的范围是这么大 那我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去限制我的各个业务 对吧 限制不同的业务 它分别划定在哪个风险范围之内 我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 由此而确定我具体的风险限额的观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节 展开讲的一些问题 它在历年考试当中 这一节的分支占比相对比较低啊 所以我们讲的稍微快一些 好我们来看 风险文化是什么 它其实指的是风险的管理理念 我怎么管风险 它是意识层面的 对吧 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 那我的哲学价值观是什么 三观 精神价值观 所以你要知道 风险文化指的是哪三个 管理理念哲学和价值观 所以你要记住有哪三个 比如这道题可以这么考 下列不属于风险文化 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当中 逐步形成的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 风险文化是什么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种理念哲学和价值观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说不属于的是哪个 就没有行为 它是精神层面的 不是一道具体的一些东西 所以理念价值观哲学 才是风险文化的内容 那这道题 那个不属于的就是 A学校 好 我们往下来看 那风险文化 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包含哪些内容 所以风险文化 包括什么 包括我该怎么 对风险治理 我对风险的偏好 是什么 所以它包含了什么 我怎么治理风险 叫风险治理 我对风险的偏好 是怎么样 是厌恶它 还是说我认为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还有说我 我尽可能的去防范风险 对吧 这个是我对风险的偏好 这是风险文化里面 包含的 你这个银行的风险文化 是什么 包含了风险治理 风险偏好 还有什么 风险的承担机制 我怎么去设立 这个风险承担机制 谁产生的风险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怎么承担 还有呢 就是薪酬激励机制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我业务人员而言 我要想能够多挣钱 对吧 我就不停的去 做这个完成业务 那完成业务 这些业务背后 它给银行又带来的是 不断更多的风险 我又要想把这个银行的风险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做一定的取舍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既定范围内 然后跟业务人员 争取去做业务之前 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这就是你在设置 薪酬激励机制方面 去做的事 所以你看 这个里面 我们提出来了 那关于风险文化 它包含的内容 包括哪几个呢 风险治理 风险偏好 风险承担机制 和薪酬激励机制 你要知道有哪四个 我们来谈题啊 商业银行的风险文化 是由哪四个组成的 我们说有哪个 偏好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风险的治理 我该怎么治 它我是对风险 有怎么样的偏好 还有就风险承担机制 还有就薪酬激励机制 就这四个 所以这道题答案就选 ACDE 没有风险治理原则 有什么选什么 就这种类型的题目 它该怎么做 好 我们往下来看 那具体来看 具体的风险承担机制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 谁产生了风险 谁产生 谁来承担 那么它的升级程序 是什么呢 就我建立了一套的机制 就谁产生的风险 谁来承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具体人员去做事的时候 它可能会涉及到 我具体的这个业务操作呀 一些产品呀 它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就要及时的有反馈的这个程序 有反馈 有改善 有升级 是吧 然后最后明确这个结果 让所有人都明白 你违反相关的内部程序 内部的风险限额 你是要受到向的 这个处罚的 所以这是三个程度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那关于稳健的薪酬和绩效考核呢 就是我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绩效考核 能够平衡大家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产生的风险 和激励大家去做更多的业务 为公司 为这个银行谋求更多的利益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协调点啊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薪酬考核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啊 那下面呢 就讲到了这个关于风险偏好的定义 那风险偏好是什么 就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风险量是多少 我愿意 假如说我愿意承担这么多 就我能够承担这么多 但我愿意承担这么多 就愿意且能够两者相结合 最后承担的风险总量 就是我对 我这个行对风险的偏好量是多少 好我们往下看啊 那么在商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当中就规定了 那么明确银行内部充足评估程序 要实现的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 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目标 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意且能够 我的这个资本能够覆盖的风险范围是多大 这是你能够做到的 但你这个银行又愿意承担多少呢 愿意且能够你要想匹配到 然后由谁来设置风险偏好 就是我们所说的董事 我们前面讲的董事会职责的时候就提到过 要由董事会去设定风险偏好 我来设定愿意且能够 对吧 这个能够是一个客观量 就我能够承担多少风险 但愿意呢 就是董事会 在这个愿意啊 就能够的范围内就往里取 就往小了取 就你取多少 你是尽可能的靠近能够 还是尽可能的远离对吧 越小越好保证安全 这个就是风险偏好 它来负责设置 高级管理层呢 根据你设置的风险偏好 来具体负责业务的战略和风险偏好的组织 来实施对应的资本管理工作 所以你已经设置了 我们这个银行 今年 对吧 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风险量是多大 那在这个风险量范围内 那高级管理层具体去落实到每个业务条件 每项业务具体去 把风险限制在多大的范围内 使得最后的加总量 能够达到愿意且能够的风险总量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需要高级管理层去负责 所以这个里面需要大家知道什么呢 什么叫风险偏好 董事会负责干啥 高级管理层负责干啥 比如我们来看题啊 谁负责设定风险偏好 就规定愿意且能够最多是多少 董事会吧 董事会设定好了之后 谁来负责具体的每个业务 是多少的这个 把风险限制到多少的范围内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总量我知道了 落实到各个的业务领域当中 我把风险限制在多大范围内 是谁做的 是高级管理层了 是吧 和我们所说的高级管理层 大家选哪个 选择一下 好 我们往下来看啊 那风险偏好管理框架 和风险偏好的声明 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 框架是什么呀 是政策流程控制环节和制度 当然还包括风险偏好的说明 风险限额 就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偏好 我要告诉大家 具体啊 我设定这个框架 因为我关于风险 就是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 我也且能够承担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政策呀 有哪些流程啊 控制环节呀 和制度呀 这些要告诉大家 而且关于以上的 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 我要专门的说明 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考虑这么做的原因 有哪些 我涉及到哪些信息的 我都要给大家告诉大家 在风险偏好说明里面提到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风险限额 风险限制在多大的范围内 好 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提到 就这个就让大家记住 这几个关键词啊 包括哪些 风险偏好的框架 包括哪些 但对应的题目就是 下列属于风险偏好 框架的有哪些 那么关于风险偏好的框架 我们提到了什么呢 我们提到了风险偏好 有哪些政策是不是 有没有提到方法 并没有吧 没有提到风险偏好的方法 你回头来看 有政策 有流程 有控制环节 有制度 还有这个说明跟限额 没有什么 没有方法 那这个问题里面 就需要大家稍微记一记了 回去稍微背一背 这个是实际性的一个点啊 没有方法 那有没有控制环节 有 有没有风险偏好 有吧 有风险偏好啊 风险框架里面 有没有风险偏好 包括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的说明 所以这个有 有没有风险限额 限制在一定的额度内 这个也有 所以这道题 我们说除了必不选 其他都有 有风险偏好 说明风险限额啊 这些东西都有 所以这道题 我们说唯一不对的 只有必选项 好 我们往下来看第三个问题啊 有效的风险偏好说明 应该满足以下哪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里面啊 首先第一个说 在制定战略和业务规划的时候 你所使用的关键背景信息 和对应的假设 就我在做项目的规划的时候 我是依据什么 做了这些规划 做了这些战略 我把背后的这些信息也说明 所以你告诉大家 这个事该怎么做 然后这个时候 做这件事 你背后的决策的一些信息原理是什么 你要告诉大家 这样大家才能明白啊 所以你制定风险偏好的时候 该怎么做 就以下这些原则 这原则也是一个考虑啊 第二个是什么 与长短期战略规划 资本规划 财务规划 薪酬机制相关联 就你做风险 说明的时候 这些说明要跟这些内容相关联 就跟你做的任何各种各样的规划 兼联系在一起 还有呢 考虑客户的利益 和对股东的受托义务 考虑客户跟股东的相关的利益 确定银行愿意接受的风险总量 就在这个风险的这个偏好声明里面 你要告诉大家 我银行愿意接受的风险总量是多少 愿意且能够是吧 还有什么呢 确定能够接受的最高风险水平是多少 还有是什么呢 我进行定量指标 我有相对定量指标 这个量级达到多少 去数量化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包括定性的陈述 我该怎么样去陈述这些内容 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定性跟定量要结合 是吧 这明明能看出来 定性我是告诉大家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定量是我达到什么指标 该怎么做 然后还有什么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这是它具有的一些原则 是吧 你在设置风险偏好声明的 就有点像解释说明书 你该按照什么原则去设置它 然后对应的就考你 那有效的风险偏好声明 应该满足什么样的原则呢 比如说我在制定战略 和业务规划的时候 我使用了哪些关键的 背景信息和假设 我要告诉大家 我做了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就我做的这个风险偏好的声明啊 我要跟相应的这些规划 要有关联 对吧 要有关联 要关联在一起 不可能我制定的这个风险偏好啊 跟我的长远观 规划没有任何关系 是不是 所以我要有相关的关联 那么CG想提到什么 考虑客户的利益和对股东的 受托义务资本 及其他的监管要求 所以在制定完成目标和规划的时候 要确定银行愿意且能够接受的风险总量 就我制定风险偏好规划的时候 我要考虑我客户的利益 我要考虑股东的相关要求 然后呢 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再定一下 我能够承担的 我愿意且能够接受的风险总量是多少 好 那么然后呢 我在制定的时候 源于什么总体的风险偏好 风险能力 风险轮廓 应该啊 就是解释说明我能够接受的 就基于这些基础的条件 我能够接受的最高的风险水平是多少 然后还有最后啊 定性陈述 有定性有定量嘛 然后定性的解明解释 解释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界限是什么 然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啊 就防止以某种形式的界限或指标 以便检测这类风险 这是描述这些风险啊 就描述这些风险是为了什么 规避他们 这是我在风险声明里面说明的 就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风险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我要尽可能去规避这些风险 风险偏好声明 该设定的原则 就这样看下来 我们ABCDE全部都是这些原则 好 这是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 下面第三个问题 那么制定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你看我们前面讲了啥 我们讲了风险偏好对不对 讲了啥是风险偏好 它包含哪些内容 以及风险偏好 我在制定说明书的时候 设定了哪些原则 我们主要讲这几个问题 那这几个问题都是需要大家记一记的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下面来看第三问题啊 那么在制定过程当中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就我制定过程当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前面是原则 后面是我在写这些说明书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比如说风险偏好和利益相关人的期望 对吧 风险偏好跟利益相关人 他们的期望什么 你考虑人的因素啊 然后呢 考虑这个行愿意承担的风险 以及承担风险能力怎么样 愿意又能承担 监管要求啊对吧 监管要求是啥 那外界对你的监管要求 包括充分考虑压力测试 对于我这个一行 我遇到了这种极端小怪力事件 我产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么几个因素 而这几个因素也是一个考虑 所以你看啊 比如说问到你 银行在制定风险偏好的过程当中 我考虑的因素包括啥呀 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风险是多少 我的监管 监管层面对我的要求是啥 这是我考虑的因素 我得符合监管要求吧 然后压力测试的结果 我这个银行遇到一些 极端小怪力事件的时候 我应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得考虑我能不能够承担 然后呢 同业的风险偏好水平 不在我的范围内 就同行业都一般我不考虑 前面没讲 第四个是什么 风险偏好和利益相关人 我考虑人的因素 就这个风险偏好的设定 它会不会影响某些人的利益 对不对 比如说股东的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 我们所说的包括内部的一些 像的员工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说除了D 我们在这些考虑因素里面没有选 其他的啊 基本上我们都选到了 就四个因素嘛 都列到了 所以答案就选A B C E 这道题答案选A B C E 好那当前为止 我们前面讲到的是风险偏好 你看他们讲什么 风险偏好是啥 概念对不对 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在制定风险偏好的时候 考虑哪几个原则 然后我们这个对应的 制定的原则有哪几个 我们在制定风险偏好的时候 考虑哪些因素 四个因素 所以这几个全是背的啊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 需要你理解的地方 就是背的 好然后我们往三来看啊 下面一个问题说 那期限管理最常见的是什么 就限额管理 我把风险限定在一定的额度内 我知道这个风险很大 那这样的话我 我对于我银行来说 我能承担风险这么大 分配到我这项业务里面这么大 所以我就说 我能做的就这么大的业务 对应的量嘛 限定在一定的额度内 所以它是最常用的 风险事前控制的手段 在我还没有接触 这项业务的时候 我把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所以从各类限额的关系上来看 国别限额处在最顶端 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啊 然后呢 行业限额乘上其下 那最重要的是哪个 哪个是最基本限额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最基本的限额是谁 是客户限额 是最基本的限额啊 好 主要是通过客户受信 我给这个客户 他的这个受信额度是多少 比如说我贷款的额度是多少 最多能达到多少 好 那在管理维度上 将国别行业客户的限额 再进一步的按照风险分类进行细分 所以这个里面是 站在国家的角度 站在行业的角度 顶当中最基本的限额是哪个 是客户吧 好 这个你要知道是客户限额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 那风险限额管理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就是他在这个原则里面 特别强调了什么呢 限额在传导风险偏好方面的一个作用 特别强调了他的作用 所以我在风险传导过程当中 风险限额显得非常重要 那强调了总体风险偏好 分解到业务条件 法律实体 具体风险种类当中的限额 所以在风险限额管理的一般原则当中 我就强调了 我总体是愿意且能够承担是这么多 我分配到不同的业务 不同的业务条件当中 按照不同的法律实体当中啊 我每一个对应的限额是多少 所以这个是具体的啊 然后因为你看分配到各种业务线条 具体的风险种类上 比如说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 具体的业务种类 我该分配多少 业务线条 比如说我公司的这个A业务 B业务 C业务 不一样 对不对 那法律实体呢 就法律关于这个业务 它有相关的规定 你银行的这个风险限额 控制在多少范围以内 所以你要把分解的时候 你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 好 我们往下来看啊 金融理事会在这个原则当中要求 总体风险偏好分解的方面 不包括啥 我们刚刚讲了 你是不是得分解到各项业务当中去啊 所以这个是要考虑的 然后又有什么呢 我是不是要针对法律实体 法律关于这个业务 或者是这项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比例要求 有没有一些规则限制 这也是我要考虑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 然后有没有我们所说的 具体的风险的一些种类险额 比如市场 比如操作 比如说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 我该是怎么分配的 这个也有 但是没有哪个 没有考虑到个人 所以答案选D 不包括的就是D选项 好 我们往下来看 那么最基本的一些限额管理的原则呢 这就是考的一个点 就限额包括哪些内容啊 我们在考虑限额的时候 它要求的是分解到哪些层面呀 还有就是它的原则 好 我们来去看原则啊 第一 限额的种类要覆盖到 风险偏好范围内的各类风险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 你分配到哪些领域 各种风险 比如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 操作风险 这些 你要包括啊 就是偏好范围内的各类风险 我都要覆盖到 还要是什么呢 指标 要包括很多的指标 通常包括什么 有盈利 有资本 有流动性 相关的其他指标 我要覆盖到各个指标上 还有什么 强调集中动风险 就是我分配到不同的业务条件当中之后啊 包括全集团 包括业务条件 包括相关的法人实体层面的 法人一般指的是企业公司啊 分不到相的法人实体 比如说针对这家公司 针对这家企业 针对这个集团 那么如果作为银行而言 我们以前讲过 叫分散 把风险分散到不同的这个层面 如果对于我银行来说 我80%的业务都投给了这个 这家集团 这个集团公司 那我风险是不是过于集中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考虑集中度的问题 把风险尽可能的分散 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涉及的内容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参考最佳的市场时间 就是 但不以同业标准 或以监管要求作为限额标准 就是你要参考一下 哪家银行做的比较不错 它是怎么分散的 我可以参考 但不以这个标准啊 作为限额标准 你可以参考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好 这是我管理的一些原则 我们来看题啊 有哪些基本原则呀 有没有强调多样化 没有提多样化吧 我们只是说啥 覆盖各种风险 有各种指标 你强调集中度风险 你要在这个限额设置的时候 你要强调 不要过意集中了 你强调集中度啊 并没有提到多样化 对不对 要覆盖到风险票 你覆盖到各种风险 然后还有呢 指标包括各种各样的指标 包括盈利资本流动性 相关指标覆盖指标 然后强调风险集中度 对吧 强调集中度 然后你要借鉴啊 最佳的典范是什么 人家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参考借鉴 但是不以它作为你的这个基准 对吧 就是不说以它作为标准 就完全按它的来 就是在它的基础上 你参考借鉴 跟你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所以这个里面说 除了A部队 剩下的全都对 好 我们往下来看啊 那第二个问题 就涉及到风险限额的种类 和限额的设定了 那你看啊 那么巴斯尔委员会里面提出什么 就国际啊 相关规则里面提到 那有效的风险限额水平 应该能够将这个银行承担的风险行为 制约在风险偏好内 就我的风险偏好什么 我愿意且能够 但我进行具体的设置的时候 限额就把风险限定在一定的额度内 我进行风险限额之后 整体的风险额度 能够达到我愿意且能够的范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风险限额 和风险偏好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好的第二问题是 那相关规定 我们国家相关规定是什么 比如说银行业金融机构 应该根据风险偏好 来去按照客户行业 区域产品的维度 来具体的设定风险限额 就我根据这几个维度具体设置 然后风险偏好应该综合考虑 我不应该单个考虑哪个 我应该在一块考虑 就中庸之道嘛 综合考虑资本集中度流动性和交易的目的 然后从实践上看 风险管理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 和整体的发展战略 所设定的主要风险指标的控制上下线 就我根据整体的经济情况 整体的发展趋势 我来设置风险指标的上下线 就这个额度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里面规定规定了啥 这个规定也是考点啊 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应该根据什么来设限额 第二个就是我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 第三个就是我要根据具体的一个 宏观形式啊 整体的发展呀 去设置上下线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这道题 下列关于商业银行风险限额的描述当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 那首先来说 风险限额的设定 必须以行业标准和监管要求为标准吗 没有吧 我们说我可以参考最优的那个标准 但是我具体怎么设呢 就是你要综合考虑对吧 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设置 没有说我必须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必须说的太绝对了 好 然后风险限额是风险偏好传导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提到过 就我风险限额是风险偏好的一个重要手段 你这个知道 它是对的啊 就风险偏好在传导的过程当中 限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限额是把风险限制在一定的额度内 而偏好什么 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 所以就是我愿意且能够承担的 我进行了风险限额之后 所有的风险累移在一起 就在这个范围内 好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 风险限额可以包括 条线实体产品等维度 设定的时候主要是上下线 设定指标的上下线 这道题唯一不对的是A啊 错的很明显 其他的你倒不太能看出来 但A一看就很明显 所以答案选那个是A啊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面一个问题 底的二是什么 风险的类型 限额主要分成哪几类 你来看 有这么几类啊 信用风险限额 你看 我们以前给大家说 整篇教材13张内容 哪些比较重要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这四张最重要 对吧 除此之外啊 它多了一个叫国别风险 所以你知道分成主要限额 就这么几类 多了一个国别风险 除此之外 就是前面四个很重要的 那几张内容 然后对应它有哪些指标 这个地方考什么 第一个 就是按照风险的这个分类 它有哪几个限额 有哪五个 然后呢 这五个对应的指标 有哪些 考这个 在对应的指标里面 主要考的是这个跟这个 需要大家记一记 需要大家记一记啊 所以这个里面 就有哪几个风险限额 风险限额对应的指标里面 你要是这个 需要余定就全倍了 要实在记不下来 你就把这个跟这个记一下 好我们来看题啊 那么按照约数的风险类型 限额主要分成什么 哎我们说你这个怎么记 我们全数最重要的几张风险 有什么 有市场 有信用 还有什么 流动性和操作性 然后还有一个国别 加了一个国别 是吧 所以五个都对 男选ABCDE 然后再问你啊 就是三个一个点 就是说 在风险指标的选取上 限额指标多是什么 比率 就什么什么比率 就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比率 要不分限额是绝对额指标 达到一百 达到一万 达到一亿 三亿两年 叫绝对指标 而比率呢 就是小于啊 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一个是比率 一个是绝对额指标 你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问你啊 下列属于信用风险 限额指标的是什么 限额指标 我们班指的是啥呢 注意 信用风险 限额指标 我们前面讲啥 那么风险分成了 哪几种风险的限额 每一种限额 对应的指标是啥 而信用风险 限额指标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 看到没 信用风险 有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单一集团客户 受信集中度 和行业限额 两个单一 一个单一客户 一个单一集团 单一客户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某家公司 对吧 某家公司 但集团呢 就一个集团下 有很多的子公子 然后还有个就是行业 好 所以这个里面 对应的这道题 就变成了什么 就有什么 有单一客户贷款 受信集中度 对吧 所以单一选B 这个就我刚刚跟大家讲 为什么背 靠什么 背什么 自己回去记一记就好了 然后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设置了 比如说给大家强调了 什么叫做经济资本 在给定的条件下 银行用来抵律 非预期损失的资本量 就不在我意料范围内的损失 我用经济资本来弥补 所以也称之为 叫风险资本 所以关于他的把控 就很重要 那他呢 与非预期损失额 基本上相等 他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 他说靠我算出来的 所以在数额上 也与非预期损失 其量是相等的 所以你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 那么从风险限额的种类上来看呢 从国际银行的经验上来看 风险限额又包括什么呢 集中度 还有风险限额 止损限额 好 就VLR代表的是风险限额 集中度限额 风险限额和止损限额 三种类型 好 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风险限额包括哪三个 包括哪三个啊 那集中度限额呢 这个里面说 集中度限额 就设定单个敞口 比如说针对某个国家 某个行业 某个领域 如果我的这个风险 就我的这个业务 专门集中到某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这个银行 对外业务 只做美国的 但有一天 美国跟中国之间 因为一些政策问题 导致一个业务 我们的办法进行 对你产生的影响 就非常巨大的 所以这 集中到某个国家 你的仓口就比较多 就比较大 暴露在外 行业 区域 客户等规模的上限 就是告诉你 反正我的整体治理是什么 我不希望你太过于集中 所以我会告诉你 集中到某个国家 你最多达到多少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国家 做到这个份额 就没办法做了 你只能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样就促进你啊 从政策上促进你 能够多做 分散到不同的领域上 还能保证什么 组合的多样性 多样性在哪里 是在投资组合上 我广投资啊 还是分散 其实集中度上就是分散 分散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区域 还有呢 保证你投资组合 也是多样的 避免风险过于集中 好 那么对应的风险限额 是对业务敞口的什么 风险价值进行额度的限制 那它采用的是一些 科学的限定方式啊 然后它的缺点是什么 那我肯定是用 科学的方式进行做嘛 因为我设置的一般 都是一些风险模型 那这些模型 它是依赖非常 这个风险限额 非常依赖这个模型 还有包括数据啊 但目前国内的银行 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它的一些点 那么止损限额呢 就以实际损失 而非什么 可能损失作为 这个监测对象 我监测的是 我实际有可能产生的损失 所以你知道有哪个限额 这三个限额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往三来看 那么风险限额的环节 包括啥 限额管理 一个限环节 限环节是需要大家记住的 那三个 风险限额的设定呀 监测呀 还有我们所说的超额 就我知道风险限额 限定在哪里 就我设定这个风险限额 你这个额度是多少 不同的风险额度是多少 那么我针对这个额度 对它进行监测 万一超过了我的额度范围 应对这些超限额的这种方式 我该怎么处理 所以它分成了这三个环节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下面这道题 那么风险限额管理的环节 又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的 我要先对风险限额进行设定 设定完了之后 我再监测它 我遇到超限额的问题 就万一 在我设定限额范围内 它超了怎么办 超了我该怎么做 对吧 所以是设定 所以是设定 监测 还有风险限额 它的一个控制超限额 我该怎么做 所以这道题 我们说答案选的就是BCD BCD 风险限定 风险这个限额的监测 还有风险限额的一个控制 就万一超限额了 我该怎么做 所以是风险限额的控制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当然这个选项 因为有些题 它历史比较久远 就为了让大家好看这个题 而且我们很多的题 是考生回忆吧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选项 它更好的是什么 就超限额 就这个地方的一个 超限额处理 让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更好的就是这个超限额处理 但这道题既然这样了 我就给大家讲 有些题目 它不是那么的好 不是那么的这个严谨 因为它毕竟是考生回忆吧 所以它如果改成 超限额处理会更好 但万一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遇到它就是这样 一模一样怎么办 你知道万一遇到这种情况 选D 当然D要是换成超限额 就比如说这个里面 有超限额 那你肯定选超限额 没有超限额 那你就选它 这么给大家讲 所以答案选什么 BCD 主要是这么几个环节 好我们往下来看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整个这一节里面 涉及到什么 什么叫做所谓的风险文化 它包括哪些内容啊 不对 这是风险文化 跟策略里面 我们考察的东西 那么在风险偏好管理里面 什么叫所谓的风险偏好管理 那概念是什么 它涉及到哪些相关规定 包括我们所说的 风险偏好框架的概念 是啥 它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原则有哪七条 考虑 还有什么呢 就是商银行 在制定风险偏好的过程当中 你考虑哪四条因素 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相关考虑啊 还有来到了限额管理 限额管理什么意思啊 概念是什么 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 金融稳定理事会 对吧 它关于的 它里面提出的相关规定 和基本原则有哪四条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风险限额设立的种类啊 对吧 还有限额的一些设定 用哪五点 相关的一些规则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风险限额管理 用哪三个环节 那这是我们在这一件的 当中设立到一些考虑 我这么讲 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很琐碎 那我们整个风险管理 包括很多的银行从业 包括很多从业类的考试 它都是一些 琐碎的一些细则性的东西 所以需要大家记的东西很多 但我们整个这一章节 它在历年考试当中 分支下比不是很高 所以你看到的一些题目 基本上我们在历年当中 考过了给大家放上去了 那放上去的一些 点型代表题 基本上针对 就在历年考试当中 一些考点 所以大家以提代点的形式 去记住这些相关的点 就可以了 所以需要大家 有一定的实际啊 去背 那好 我们这一节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